真风不相对很大 许之前此季之功把90本 真风不相对带到校园里 校长顺着学校假期带领老师们阅读这本书 更在开学后在礼堂举办品书会分享 那我感到非常的欣慰也非常的感动 因为今天我全体的老师们都非常的用心 都可以以小组的方式来讨论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阅读了这本书之后 我们觉得对老师的教育工作产生非常大的启发 还有可以帮助老师获得更大的助力 营物上老师们分成小组 把真风不相对书里的经典做成简报 每位老师的心得分享都很精彩 谢博士在这本书当中 他所介绍的每一个部分的一个小的故事 都是一个小的启发 就像在这些小故事当中都有大的道理 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用同理心 然后我们真诚地跟孩子来沟通 我看完了整本的书呢 我觉得那一个没有谁是可以重要到不被取代的那一种 我觉得是还蛮有生意的 他里面有提到能说起跑点重要还是这个终点重要 当然你有了起跑点那是好事 但是终点我也是努力地去坚持 因为只要坚持下去才能做得最好 放下身段 多了解学生们的世界 在教学方面就容易跟孩子们沟通 我们是比父母亲停留在他们的生命中 最长久的那段时间是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是他们在观察跟模拟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的总结就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是我们要用对的方法 或者是我们去寻找更正确的方法去教那些学生 所以这一本书 某一个章 很多个章节其实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老师在面对学生的时候 有时候很多有些时候你是要当面的指正 那有些时候你可以采用更多其他一些比较委婉的方式 我们不只是要把课文交汇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要在行为上 在他的精神上 在他的心理层面 尽可能地对他有多一点启发 回想当年江美丽校长在寒江东协还是位老师的时候 就受到谢立华博士的指导 让他在教育的生涯 有所改变 他是我们谈教同学第13任的校长 当我还是老师的时候 他确实是校长 他给了我很大的耐心 爱心来带领我当年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我真的向他学习了很多 让我成长了很多 所以当我知道这本书是由我们的谢立博博士 也是我们的校长 专写的 我就发愿我要把这本书跟老师们分享 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 给予正确爱的补导 随着不同的根基 让孩子能受益 这都是老师们的一番苦心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 冯利西报道